关于这主题句 有之前以上述的这几个措施 这是错误的 一个错误的 和一个失去的东西 那么我们叫避免 那么接下来我们所说的 这是一个主题句的技巧 该怎么书写 也是分分重要的 比如说像这一题 There are social, medical and technical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use of mobile phones 这个使用这个电话呢 有一些社会的社交性的 医疗性的或是一个科技性的问题产生 Do you agree that the problems are with the benefits of mobile phones? 你赞不赞成这个手机所带来的问题 超过它所带来的好处呢 这是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因为这内容呢 是对应手机的 因此我们可以一开始呢 先从这个手机广泛使用 来作为一个开始 作为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开头 比如我们可以说 The late 20th century witnessed the boo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gave accent to a seri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including the mobile phone 在20世纪末期 我们见证了 这个科技 科技史上的 科学科技史的 一个大的一个越境 那么呢 在这样的越境之中呢 造成这个科技的 一个创新呢 有很大的一个进步 那么这个科技创新的进步呢 包括了手机的产生 在这里呢 就点出了手机 这样我们所谓的一个 关键的核心词 然后也点出了我们所谓的 科学的进步 导致了科技 创新的产品的一些发展 再引申出手机 那么这个是我们一个 所谓的追根溯源的 一个方式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 nowadays some university offer students skills that assist them to find employment but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main function of a university should be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set to knowledge for its sake 我意思的 opinion 问的是你的观点 因此上述之前 这个问题句 以前的部分呢 就是两个对立的观点 这两个对立观点呢 很明显是在于 这个knowledge 和employment的问题 有人认为呢 这个大学呢 应该培养学生技能 去寻找工作 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呢 大学的最重要的功用 它所最本质 应该追寻的东西 是给学生 提供这个知识 那么你是赞成 或不赞成 你是什么一个观点 在这里呢 我们所说的 其实在这样一个问题中 我们可以理解 追根溯源的话 我们可以理解 这样这个 为什么会有 前部分的看法 因为后部分的看法 是传统观念 传统和时间的对立 传统观念和 因为时间不断的演变 有了新的看法 那么这看法 为什么会产生呢 我们会用追根溯源的方式 职业导向呢 其实已经是 现今很多大学的趋势了 包括很多大学 可能会有一些 一些专业的 我们可以说 比如说专业的培训课程 比如说一些专业院校 或者是一些 比如说专业的硕士 或者一类的 都是在培养一种 职业技能 那么这样一种 职业技能 其实更符合的 是现今的一个趋势 很多人呢 现在大学之后呢 都面临找工作的困境 因此呢 大学在提供知识之余 也要提供一系列的技能 那么呢 我们所明白 就是大学需要的是 知识结合技能 两者是没有冲突的 那么呢 因此我们可以 给出自己的看法 使学长工作 已经成为了 大学教育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原因 因为这样的一种趋势呢 很多的大学呢 现在已经在这个 学生在学的期间呢 提供这种 职业导向的 这种培养 希望能让他们呢 为他们未来的职业 进行一种 提前准备 然后我们再看 那种方式 我们叫做 重新的叙述 Nowadays people are facing more and more work related stress 现今人们越来越多的 有很多的 跟工作有关的压力 State the possible 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 and make some recommendations about how to combat it 首先呢 我们要写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 跟工作有关的压力 我们要解释这个原因 然后给出 可以解决的方法 我们要明白 这个压力 其实已经成为 一个社会现象 其实每个人 不管他是年轻人也好 成年人也好 他们都有自己的 一种压力 无论他是在职的 或在校的 或者是无业的 他都有自己压力 无业的呢 就不是这里所会提到的 因为他是work related 但是作为一个学生 作为一个工作人 他的一个压力 那么呢 这个我们可以 从这样的一种角度 去叙述 比如说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white collar as well as blue collar workers are suffering from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stress steaming from work 现在呢 很普遍而言呢 白领和蓝领呢 的工作人员呢 都在 因为他们工作 因此呢 引致一个心理上的 或身体上的一个压力 这样一种表述呢 其实就展现出了 我们之前所说的 在这里他所提到的 work related 工作上的 用白领和蓝领 大致上概括了 这个所谓的工作的 几种领域 然后呢 又提到了 关于这个 stress的由来 这stress可能是 这个心理上的 或者是身体上的 这么一种形式 这是我们 将我们的问题句 重新说一遍 但是用了转换 同一转换的概念而已 又像这个 environmental problem is too big for individual countries and individual people to address in other words we have reached the stage where the only way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is at an international level 对于环境的保育 环境的问题 太过大了 因此呢 独立的国家 或者独立的人呢 是很难 去表达 去解决的 换句话说呢 现在这个 环境的污染问题呢 已经成为一个 国境的 国际性的问题 一个国际性的因素 去考量了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is statement 你有多赞成 或不赞成呢 这样有说法 就是一种 个人 或者是 一个国家 也就是individuals 对一个所谓的 一个international 这种对立概念 那么其实这个就是 环境与社会 我们需要并行去讨论了 这里我们可以说 in modern society environment related issues have confronted ecological scientists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在现今社会里面 环境相关的因素呢 的问题呢 已经影响到了 就已经需要 去有这几方面去处理 包括呢 环境学家 生态学家 包括呢 政府的机构 也包括呢 社会大众 那么这个呢 其实就涵盖了 整个的说法 那么这个呢 就并不只是 局限在一个international 或者一个individuals 的一个对立 而在于呢 我们先从一个 地方 环境 它的不同的工作 分配 开始入手 去讨论 然后就是进行 一个定义说明 比如说 The main purpose of public libraries is to provide books and they should not waste unlimited resources and place on providing expensive high-tech media such as computer software videos and dvds to what extent you agree or disagree 这里所说呢 就是说 现在公共图书馆呢 应该最大的 最主要的作用呢 是提供书本 而他们不应该 浪费他们资源呢 去提供一些 比较高科技的产品 比如电脑 比如dvd 比如录影 录影带 一类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 一个观点的立场呢 你到底是 有多赞成 或不赞成 在这里其实 所讨论的 就是这个藏书 和 这个所谓的 现代科技之间的 一个关系 那么其实我们 这样可以理解 很多时候我们 到一个图书馆 找书 很多时候我们 会用到电脑 有些时候我们 需要查找一些资料 我们也会需要 用到电脑 或者是 一些电子产品 来进行 辅助性的 一种寻找 但是我们从来 没有去替代 书本 一个价值 那么在这里 我们可以说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public libraries are places with a large collection of books 我们众所周知的 这是公共图书馆呢 是个很大的空间 去提供 书本的 However the digital time has given it a new means of storing and retrieving information 然而 数码的时间 数码的产品 其实提供了 一个新的 一个媒介 来去获取 和储存 资讯 那么在这里 其实它是更偏向于 觉得刚刚那个句话 是不对的 因为电子产品呢 其实是一个 辅助性的功能 很强的 在图书馆呢 也不应该 抹杀失去的 一种概念 然后呢 我们会进入 主题句的 实用法方面 给大家一些例子呢 是如何进行 主题句的 一个书写 首先我们是用 一种强调句式 比如说 It is The tradition is 就加一个 is 我们是进行一个定义 什么什么 是什么什么 或者是说呢 我们可以说 关于这个 那个我们所谓 大众的 都知道的东西 我们就像刚刚所说的 这一个 Generally knowledge 大众都知道 众所周知的 用这种强调句式 比如说 It is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that shapes a person's personality and that decates how that personality develops 用这 用这 It is 这种句式呢 来阐述自己观点 而替代了 I believe that I think 这样一种 比较软一点的 一种表述 那么这个表述呢 其实同一时间 就已经展现了 一个人的 一个观点 因为我们用这 It is 这种句式呢 表达 可以呢 很固定住 确定住 后面的一个部分 一个重要性 因为呢 它的强调性 非常强 因此呢 这个 之后我们所说的观点呢 喜能更有说服力 另一个呢 就是尝试句式了 就是我们所谓的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It is Apparent That It is Obvious That 所以说 众所周知的 大众都知道的 It is Apparent That 就是非常明显的 非常清楚的 清晰的 It is Obvious 也是 非常明白的 It is Generally Believe That All Generation The Suffering From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Stress Steaming From Work 这是我们之前 的一个例子 那么在这里呢 也是用的是 众所周知的 大众都知道 一种概念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用这样的一种口气呢 其实是表达出一个 广泛认知的 一种意思 那么其实它可以 加强一个说服力 同一个形式呢 比如说 According to Research 其实也是 增强说服力的 一个很好的方式 我们不需要说 到底它是 根据 哪一个Research 但是呢 当我们说出 According to Research 的时候呢 已经有一定的 力度 存在于其中 然后就是 引述句式 比如我们说 In spite of this And like this Just like movie stars They like Extravagant Life styles With huge houses And cars 好像电影明星那样 他们呢 生活一个 很奢侈的 一种生活习惯 这生活习惯 为什么奢侈呢 因为他们有 大的房子 和车 而且还是复数的 现在在这里呢 其实这是这个 Just like In spite of this Unlike 这些句式呢 都是展现出 一个对立性 就是你先提出一个观点 然后呢 就是肯定是跟他 有一个相对性的 比如说 Unlike the movie stars 我们就明白 跟电影明星 不同的习惯 那么我们就对 电影明星 有什么概念呢 比如我们会说 他们可能衣着很先利 花很多钱 如果我们用 Unlike the movie stars 描述呢 我们就可以给 读者一个印象 就是之后所说的呢 一定跟电影明星 是不同的 这么一个简单的交代呢 其实就能表现出 整个文章之中 我们虽然展现了 双重的内涵 那个对立性 然后呢 它也是比较灵活轻松 然后我们也可以增加 整个阅读的 一个流畅度 现在呢 就是由我为大家 给出几个经典的 开手范文 问题句是这样的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changes The way people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这个科技的建设 科技的不断进步 已经改变了 人与人之间 他们互相相处的一种方式 In what ways does technology affect the types of relationships people make is it a positive or negative development 说的就是 最近那个科技呢 他所说的 是改变了 人们互相交流交往的一种形式 那他就问 哪几种形式呢 然后又问 这种改变 究竟是好 是不好呢 It is undeniable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played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society 我们无法去反对的 去反驳的 就是科学和科技呢 在现今的社会里面 已经占有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比重 形成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存在 The benefits brought by such trends are obvious 因为这样的一种状况 所带来的好处呢 是明显的 但是呢 but problems have also been welled up 但是问题呢 也相应而生了 As for its influences on people's relationship 就是讲到这样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 这个电子厂 这个科技进步的一个问题 关于人的一个相互的关系 我们呢可以这样说 I believe the advantages brought by technology always is drawbacks 我认为呢 就着这个科技 改变了人的相处 相处模式呢 这个问题上呢 我认为呢 好处是大于坏处的 我们看见这整个 十分流畅的一个书写 首先说出 我们一个必定要接受的现象 就是现代科技 的确是我们现在 现今社会中 必不可少的东西的 无论是互联网 无论是手机 都是我们不可缺失的东西 The benefits 男人呢 这个男人就说 这样一种情况呢 好处有 坏处也会有 很多人可能也会用另一个表述 比如说 任何东西都是 一块硬币两面的 或者是说 这是个双刃键 都是可以的 那么现在这里呢 他拆成两句来说 就是说 好处明显 坏处呢 也因此呢 应运而生 然后再说到 关于这个坏处的问题呢 我如果我们是 加上这个在narrow down 我们再往下一层看 我们只是放在这个对于人际关系的影响上呢 我们再进行书写 对于这个笔者来说呢 好处还是大于坏处的 那么这样一种结构 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另一个就是 even two decades ago few people could not imagine that we can perform our daily tasks via computer now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choosing to do the shopping banking and even work online 二十年前 很少人能够去想 去想像 他们的生活呢 是可以完全通过电脑 去进行的 很多生活的要素 生活的一些基本的东西 都可以通过电脑去进行的 让现在越来越多人呢 去选择 用通过这样一个网上的一种形式呢 去工作 去购物 去处理他的银行事务 so how can such trend affect interactions between modern day people I will give my answer in the following essay 在这里呢 他用的是一个问题句 反而进行一个提问 反问的形式 他说呢 这样一种形式 怎么可能会改变 现代人的一个交流呢 交往呢 那么呢 我会在之后的文章之中 给出自己的答案 这样的一种形式呢 其实就是一种 先破后利的形式 他这样的一个反问 其实就是给出了 自己的核心观念 他认为呢 是不会有很大影响的 那么破除了这个之后 再给出自己的看法 就会显得呢 力度很强 但是千万也忌妒 问题句不要多 就你不要在 一个段落里面 好几个问题句 那么呢 一般来说 这会是十分危险的 一个问题句呢 就足够了 也只能有一个问题句 那么上述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关于这个命题写作部分 文章开手的一些特点 包括错误的示范 包括一些小技巧 包括现在我们看见的 两篇很好的范文 都值得大家去思考 和斟酌 以及呢 记住 那可以有利于我们 对于命题写作的 这个部分 那么今天课呢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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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